彰化县政府积极推动陆港国家历史风景区 为民众充分了解陆港国家历史风景区的推动进度及发展愿景 今日起在台唐陆港车站举办陆港愿景馆展览 二日上午陆港愿景馆开幕 县长为民谷亲临主持 与现场来自传统工艺、传统戏曲、美术、音乐、舞蹈界、地方绅士等 70多位贵宾共同见证 彰化的县名尤其是陆港的乡亲 能够了解这个陆港的愿景 我们打造一个陆港的一个愿景馆 把陆港的风华在线的过程呈现出来 把这个葫芦西能够再造历史现场 以及我们也有庙城的电影院 透过这样的义务活动 让一些游客以及陆港福星 这些乡亲能够来到这个愿景馆 了解到张望县政府真的很用心 花了很多的机会以及设计打造陆港国家 共襄盛举 工艺频道林俊明陆港采访报导 工艺频道林俊明